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认罪 然后愿意支付43亿美元罚款 以结束司法部的调查 司法部的刑事调查 并且同意从该公司辞取公司职务 以获取这个弊案公司的继续运营下去 这个并且说 知情人说赵长鹏定义 周二下午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出庭 并提出抗辩 周二下午 美国当地时间 今天应该是周二 他主要承认 因为各种罪行 现在事实上 各种罪行比较多 有美国证券交易所 然后 另外还有司法部的 所以他承认 将承认一向刑事指控 所以 这个事情 可见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这个弊案 赵长鹏 再怎么有钱 骗了很多钱 也不得不认罪 43亿美元 他就算认罪 弊案也照样在所难逃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这个 就是说 得43亿美元 他只是可能是一项 就是想花钱 买他的 这个 免于最终刑事 不计 只能买其中一项 或者两项 但是真正的 可能还有别的 美国司法部 还会继续追加下去 是吧 这个 这个 毕安前两天 在九金山 这个赵长鹏 习 啊 4万美元 是吧 一个位置 一个座位 他也是名单之一 毕安啊 赵长鹏目前 居住在阿拉伯 联合酋长 该国与 美国没有引渡协议 但是他如果不来的话 那这个毕安啊 可能就会被 不仅仅是关闭啊 可能还会 有一系列的 更多的刑事指控 全面上 美国啊 但现在只是媒体说 说达成一个协议 是允许 毕安继续运作 而不是 冒使其崩溃 可能对市场和加密货币 持有者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所以呢 赵长鹏呢 意思说 愿意支付43亿美元 这个是在啊 FTX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崩溃 他的创始人叫SBF 当时是跟赵长鹏的 毕安 主要竞争的两个 所谓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他呢 已经 已经被定罪了 欺诈嘴 够没嘴 很多啊 这就是判例法 就是 加起来可能也是一两百年啊 那个SBF 就是花多少钱 因为他已经钱也没了 因为他 他的交易所已经崩盘了 FTX 还欠了很多钱 挪用了很多钱 几百亿 是吧 赵长鹏呢 可能打这个算盘觉得 啊 先交这个钱 让避免 崩盘 然后呢 BF继续运作下去 然后让司法部 允许BF继续运作下去 接下来啊 花钱 买这个 买平安 这个我们为什么 把这个事情啊 报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啊 在美国这些 是吧 钻美国的法律 漏洞的这些人 以为美国就只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说了算 有钱就可以搞定一切 你看这就是美国 你有钱也搞不停 是吧 啊 无论你 黑了多少钱 这最终 他都会 一步一步 赵长鹏啊 你看 到时候一步一步 都会把这个 他赚的钱 全部给他 抠出来 抠完以后 可能还要进监狱啊 我们下说的就是郭啊 是吧 郭文贵也是一样 他们这个还指望 什么什么 习比 赵长鹏 这个都已经比 他们什么 习交所正规多了 都可以提钱出来 习交所是啥 钱进去就出都出不来 是不是 这边 就这 这个边 照样 是吧 因为他交易的那些货币 那些什么 也都是比特币啊 这些 说白了啊 这些都违反了美国 这么的法律 洗钱 私自挪用 多得很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就是 赵长鹏 风光一时之前 说是华人首付 身价900亿美元 之前啊 现在 你认罪 43亿美元 他有没有这么多钱 咱不知道 如果他能掏出这么多钱 那很多人 又会继续上去啊 不依不饶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这钱 啊 是不是 司法部还没有追到 你这 藏的 暗藏的那些钱 他不可能有这43亿美元 我告诉你 他这是 就是他不可能有合法的43亿美元的收入 啊 说白了 他这个 最终啊 肯定 还会把他所有的东西继续啊 继续啊 只要认罪 认罪之后 红米系列啊 就会 连 连环啊 连环权 就上 你怎么看啊 林女士 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 美国的出招就是 这个方面就是我们 不一定有想得到的 因为在上个礼拜 他刚就是 收到采访 才说比特币是最伟大的商业模式 所以 一般人还以为在比特币里面 虽然 有这么多的利用比特币来洗钱 但是 对于这一些 在操作这些比特币的人 他应该是 会觉得说 这还是一个 商业模式 而且也是一个 非常 有热度的 赚钱模式 所以一般还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市场 那应该是因为在这个 比较算是正规的市场里面 他们又 有 太容易去做 非法的 这种 额外的洗钱的 操作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个让财政部 再继续去追查 这个只是会 越 就是越捉 越抓 越 越看清楚 这种 财货的这种 获利方式 其实 不见得就是 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 就是 好像可以拍拍 好像没事情这样子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自己觉得 从这个行为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去沾到这种 洗钱罪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容易去 脱罪的 自己一点想法 路德先生 谢谢 这个赵长鹏 他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贵州贵阳人 生于江苏 莲云港 他的这个履历 有很强的 中共的 背后的影子 承认 Blockchain 会员 及 KOK Coin的 首席 技术官 并创立 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文明 说 该平台每秒 140万次的交易能力 吸引了600万 用户 因此 于2018年4月 成为全球最大的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他现在定居于 阿拉伯联合 大公国 迪拜 我看他整个的过程 他是祖籍是 贵州贵阳 身于江苏 连港 其父为大学教授 然后 这个1989年 8月6日 携全假移民温格华 那是碰到六四事件爆发之后 说他父亲 赵长鹏的父亲 为大学教授 被打成走私派 知识分子下放 偏向 就是下放到贵州贵阳 说到温格华手 赵长鹏 11岁 其高中时 曾于麦当劳基加油站 兼职 帮补加基 说后来毕业 是麦基尔大学 主修计算机科学 大学毕业后 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 开发配对交易订单的系统 一曾于彭博 从事期货交易 软体开发 2005年回流上海 并创立 复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为经纪人 打造的高频交易系统 2013年起 开始瞄准加密货币 然后2014年 出售上远房产套现 并全仓投入比特币 2014年 2017年离开 OKCoin 成立自己的币安公司 2017年7月 在首次代币 发行中融资 1500万美元 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 币安成为全球最大加密 货币交易所 2018年 身价是13.9亿美元 这个2021年的时候 说赵盛盟凭借900亿美元 身价 超过原先榜单第一 农夫山权 董事长 几身全球十大富豪之力 2022年 比特币价格 来到2022年 2020年12月以来的低点 赵盛盟财产 依稀蒸发 856亿美元 900亿美元 减轻856 只剩到340亿美元 是吧 就知道他哪来 43亿美元 去交这个罚款 2023年6月5日 美国证据交易所 对币安及赵盛盟 提出13项指控 他主要 这个2023年10月1日 赵盛盟创立一个 Coin Changer的新交易所 说为用户提供平台 可以交换交易 和兑换各种加密货币 包括但不限于 比特币 以太坊 莱特币 门罗币 但该交易所还允许 通过Paper Screw和Pain 也将加密货币 对换成法帝货币 然后啊 等于说又开始 新搞了一个 就币安啊 如果不行了 他就不要了 又搞了一个 Coin Changer 又新的一个玩法 现在就是 2023年6月5日 对赵长鹏 是SEC 提出的13项指控 是吧 因为形式调查 他买都买不 买不买得了 我觉得他买不了 就花43亿 照样也难以免除 这个刑事调查 郭这里就是已经是 前车之鉴 说白了 郭当时也是 说同意退钱 什么 免于刑事 说最后不照样 该调查 照样调查 是吧 该起诉司法部 因为SEC和司法部 是两个不同的 安卫 两个不同的部门 他不可能 因为 SEC你这里交了钱 然后就司法不决免遇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林女士 你觉得这个赵长鹏 有没有这个中共的影子 我觉得非常明显 就是一般人是不太可能 有这个胆量 就是你没有什么背景 然后你就可以以这么 所谓的雄厚的资历 然后去所谓的创造 这样子的交易市场 就像郭我们刚开始 也是觉得说 他好像就是凭借 他自己本身的 所谓的那种经商资历 然后可以以这样子来 创造所谓的喜币 但是现在想一想 那是觉得是胡扯的事情 因为当你本身不是 习贡的人 你怎么可能 中共怎么可能 让你一个华人 然后在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去创发一个这样子 可以随时就可以换 这么多的这种加密货币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中共他自己本身 对于这种加密货币 就是非常有兴趣去掌控 所有的这些资金脉络 还有这些交易人员的讯息 更何况他 我觉得他本身的 这种身份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一定是背后 是替中共做一种 也是算另外一种 白手套的这种方式 就像剥丫头这样子吧 所以我觉得角色是一样的 只是 明目上不一样 然后感觉上好像是 比较是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 金融市场 是比较合法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加密的这种 创始人都一个一个就被 收拾掉了 所以当你是 借着这种货币 加密货币 然后从事的 或者是自己本身 都已经是违法了 我相信 司法就是逃不掉的 我的先生 谢谢 好 所以这个赵长鹏 这个你看他都是在上海 那边开始的 并且碧安 之前 2018年起来的时候 那都是 那都是 主要以中共国为主 是吧 给它捧起来 捧完以后 说白 这就是中共的这个 金融超限战 避安 就中共的金融超限战的 一个武器 它里头起诉的 还包括 泄露银行资料 等等 很多 不仅仅是这些 什么欺诈那些 因为他掌控了 大量的美国人的 资讯 ID 所有的 IPD之籍 所以43亿美元 你看他那席来了 他第一时间 是吧 捧齐的臭脚 这很明显嘛 4万美元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啊 是 没这么简单 就这个币安 就跟郭一样 那也是中共的特务 这币安这里 也没这么简单 美国肯定是掌握了很多 具体的 详细的东西 只不过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 瞄准 再去给他肢解 说白 就是各个急迫 一点点肢解 一步一步给你搞定 未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币安到底 赵上梦背后 是什么样的 真实的原因 什么样的后台 好 谢谢林女士 谢谢 注意观众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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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